第一步拆除原有的机械门锁 第二步把配套的指纹锁锁体装入门内 用螺丝刀拧上四个锁体的宾位螺丝 这个门不带天地勾 所以装锁体的时候还是比较方便 第三步装上指纹锁专入锁心 旋转钥匙测试锁心和锁体的配合是否正常 第四步根治门的开门方向 了解前后面板上的把手方向 用螺丝刀松掉把手的固定螺丝 然后取下把手 调整好方向 将固定螺丝拧紧 前面板方刚孔上的箭头旋转至把手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步 第五步安装前面板 将来切好长度的方钢 塞入锁体的方钢孔 将指纹锁前面板上的数字线穿过门洞 将门开到最大顶住指纹锁面板 以免面板掉落 将前面板和后面板的数字线连接起来 慢慢的将数字线塞入门洞 将反锁插销插入锁体还有方钢插入这个面板的方钢孔 然后合上面板 根据门的厚度选择长度合适的固定螺丝 塞入数字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不要将数字线压到 数字线塞得好不好 直接影响到这个锁的使用寿命 将面板调直再拧紧固定螺丝 第六步装入4节5号电池 然后将电池鸦片固定 注意这个电池鸦片一定要压上 不然由于惯性这个电池容易崩出来 那样的话就没电了 指纹锁就打不开了 全网最畅销的一款指纹锁安装完毕 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老铁 请加个关注给个双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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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